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有一個很好的名堂 是的, 金銀菜豆腐鹹魚頭湯 金銀菜就是菜乾 還有新鮮的白菜 沒錯 有鹹魚頭, 有磚豆腐 撕掉, 撕掉膽小小 你不要太浪費 我會將它這樣打環 是, 最喜歡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爸爸上我們身 將它一分為二 水滾, 可以放進去 拿薑, 放進去 先放進去 連出水也要這樣分 那裡是很硬的 再滾行一點, 放進去 要不然就把味道都出來了 沒錯, 現在把豆腐 為何用板豆腐呢 為何用煎藥呢 太軟了 煎出來, 豆腐會變得更硬 其實我喜歡豆腐味濃的 沒錯, 和鹹魚熬起來 互相配合 老頭子那時候吃荔枝 我把這個放進去 吃得多, 腸胃不舒服 三妹, 煮鹹魚頭豆腐湯 濕熱的 一吃而已 可以濕熱的 當晚沒事 我小時候聽老人家說 這是聚火 是 現在出去了, 差不多了 好 旁邊煮水就沸騰 滾過去 好 拿兩塊薑片 放進去 鹹魚頭和菜乾 菜乾都是耐煮的 放進去 總之耐煮的, 先放進去 好, 大約煮多久 大約煮半小時左右 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 好, 想吃就要做事了 小心, 小心彈出來 慢慢 好 好, 就這樣 好 這個時候煮多久 15至20分鐘 師傅, 湯多餘少 好, 我先放進去 是 很香, 聞到味道 打開看看 就是這種味道 是, 白菜 先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好 這個時候用菜香蓋著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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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火 讓它焗 白菜出來有甜 不會一批 油膩 好 很香 很香 很香